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好家好网台,我是Eric 今天我们看看这间屋属于列治文山,是Richmond Hill 是一间稍为大一点的豪宅,最近卖价是318万 它是属于sub-community,叫做South Richville 都是Richmond Hill,不过有个sub-community,例如Bayville Hill 可能有听我之前的节目,也有解释过Bayville Hill 是高档的区域,South Richdale都是Richville 都是一个在Richmond Hill里贵价的区域 你可以看看这间屋屋真的挺大,这间是custom home 其实是拆过rebuild的,里面也很漂亮 价格来说,原价是339万8000 真正买价也跌了318万 有些人就觉得现在疫情是否应该可以再,价钱可以再低些呢 其实都很难,就是现在暂时来说,因为这个卖的日子 其实是4月30号,就是现在我们在多伦多 就是现在那个疫情,其实都是挺紧张的 都放了在市场,大约是半个月左右,就已经卖了 所以其实都有很多人是觉得,都很有信心在这个市场那里 因为通常这些贵价楼,其实不会去得很快 这间都卖了,而且价格也不算是托得很低 那说回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其实很接近 这个Major Highway,就是407 以及是近这个Young Street 就是Young街,就是多伦多那条很长的路 是好像世界上都有排名 然后Young街就出了很旺的 其实也是很近这个Young街 那附近有很多设施,有戏院,有些大的 例如Walmart,Home Depot,就是很多的 就是你购物,买菜,去出去吃东西是很方便的 那校网来说也是挺好的,就是Richmond Hill来说 那也有好几家学校的Ranking都挺高 那出名的,如果是排名很高的就是职Roberts 职Roberts的天主教中学 那他是排第六的全安省 那所以是校网都ok的 那他整个size房子都超过5500呎 加上basement差不多7000呎有多 那所以这间房子是很大 那不过就是价钱318万 那我觉得就 就是你说很划算就不一定是 不过就都便宜过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价钱是已经回了一点点了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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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